没有一个正经玩意儿 但偏偏活了50多年 作为潮流玩具街的爸爸 他要敢说第二人 没人敢说第一 不谈无聊社交友之子 今天要跟你们说的是 99%的有趣灵魂都喜欢的 悲夫人 第一个 我没骂人啊 说Tony作为一个沙发 沙发是软的 但没有舒适感可言 但买这个沙发的人 绝对也不会承认自己 里边大头 因为这玩意儿本来就是 60年代基金设计的代表 反经典 反优雅 就是要搞事情 就这样一个怼天怼地的产物 一出来就被VTRA设计博物馆 列为设计史上100件 结束之一 登上纽约摩尔玛 英国BBQ 各种展 42根草 出道级巅峰 只能手工作 至今没有魔方者替代品 不过这个假草 可比整草贵的我了 20个W 打扰我了 但这牌子还算贴心 出了一个实用的mini版 卖在桌子上 既能当装 是用的当笔筒用 超级可爱 价格是那么大的 1% 你接收过 下一个 Tactus 大闲人杖 乍一看以为是一个 纯粹装饰的大摆件 头铁都不敢撞一下 那种 但其实它是个衣架 软的 摸起来橡皮革 还能捏一下它那个刺腕 饭家里正宅 1972年就设计出来了 每一个颜色都限量 尤其是渐变色 尽显老师的手艺 你看看那些防瓶 有没有点诚意 反正材料也是错的 欺负老师 还有周董新歌里面 那个拿着苹果遮脸的 画家玛格丽特 记得吧 不妨我们去这个 搞了个苹果沙发 那个怪胡子老头 不是喜欢英女明星吗 然后创造出了 红唇沙发的雏形 Goofram也做出来了 跟Andy Warhol的作品齐名 都是波普艺术潮流的标志 还有献给前男友的墓碑凳子 白净庭同款的Broken Mirror 都是他们出的 好了 下期你们想听啥 我先搬转去了